可憐 我們今天總之要好好討論 OK 我們先休息一會 好 馬上回來討論 OK 歡迎再度回到獨賣現場 那麼你在看我的電視節目 我剛才在看 我在看你記得 你記得一件事情 把門穿 門到塘子要乖乖好水 現在治安實在是太差了 那麼面對這個治安這麼差的一個現象 我不曉得你家住在是一個封閉型的社區 還是一個開放式的社區 如果一般是住在這種封閉型的社區 它的治安問題就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呢 你這個開放式呢 你隨時覺得覺得真的真的危險 有時候這樣 覺得你明明我在家 我就做一個善良的百姓 但是為什麼會 壞人也會這樣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我們這一段獨賣的現象 就是有一個地區的民眾呢 他們對他們的治安真的非常的關心 OK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一段獨賣現象 台北市是台灣金融的首相之都 但民生富饒 人情淡薄 卻使得它成為蕭小們撈金的絕佳所在 以為在市中心中正區內的文鄉裡來說 兩千多戶的居民 就得不時感受財務損失 以及生命遭威脅的困擾 這個石牆這個地方 這個有這個手偷啊 有時候跑到裡面去 跑到空環子裡面去 我們石牆就去那個 去那個去那個去報啊 報警察 有時候牆的皮包都掉在那個 那空環子裡面去 這樣子行 這個裡面 石牆是獨屍的 沒有能管理 你看 一個地方你看 這樣子行 這個這個是能住的 這個台北市這樣子 是能住的地方 不是能住的地方 這個報上面是沒有不管的 現在 那小偷都會在這邊 那有春節就跑到裡面去 現在就已經 住層這個各邊那個 因為我們家那個 對面那邊有 有工地在施工嘛 所以可能那個小偷他是 從白天就進去 然後他就晚上就過 雖然我們家有用鐵窗 但是就是現在很簡單嘛 一搬就進去了 比方說我們的對面也一樣 就是說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新工地 那就常常會找小偷 因為小偷他 因為工地他晚上沒有人 沒有人的時候 可能那個小偷他就先潛爐在裡面 等到晚上三四點的時候他才出來 時代變了 人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助長了切到犯的恨行 這裡是靠近金山南路的巷口 在人車沸騰的大馬路邊 就一連發生了兩件切車案件 就是上個禮拜六 我的車子是停在這個 第一個第一個車位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個他逮徒一過來 大概早上大概 我們研判大概是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他把這個玻璃敲碎 敲碎以後呢 又把那個把那個銀釘蓋打開 打開以後把那個電的那個 電線拉開 然後整個車子沒有電 再把那個氣囊挖開 那結果那天剛好又下大雨 結果我們變成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它 車子裡面都是水 那所以我們對這個事實 非常痛恨 我們這邊也有那個 警員的那個 新樓箱放在這邊 結果也沒有什麼用處 那要是這個車子 又停在這個巷口的第一步 他都有辦法來拖 你想想看我們這個竊 這個道這個罐子 看有多厲害 我們這個大樓最近 時常發生竊道的事情 我們停車場的車子被砸掉了 中正區附近的人都知道 微箱裡有位大人物 那就是法務部長廖正好 廖正好部長掃黑的魄力 連黑道大哥遠遠見到他 都必知唯恐不及 更何況是一些後輩小弟 雖然如此 竊道搶奪案還是接二連三的發生 真不知是竊賊的不長眼 還是竊賊想一展他的膽識 這部車子連續被召棄兩次 他是在那個部長家門口的時候 他車子被敲開 把那個廢氣的回收那個裝置拆走 所以他現在很辛苦 他每一天下班的時候 他要回家的時候 必須把那一套設備拆了 帶回家裡面 第二天散發之後再把它裝上去 那他今天他已經連續兩次了 所以他今天他拒絕被訪問 因為他說 是不是我們訪問完以後 會有不好的效益 所以氣得故意再來找他第三次 因為有大關的居住 警政單位對於文祥裡的巡邏業務 並不至於怠慢鬆懈 但由於文祥裡周圍的道路設計問題 卻使得管區在巡房上 無法達到激動的效率 我們設計唯一一個拍子所 它是在我們仁愛路的後方 那這個杭州南路是單行道 仁愛路也是單行道 所以他得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他們可能要比一般的社區 來到我們的社區的時間要來得長 因為他必須要走到 寒州南路 寄南路那邊 轉回金山南路 再從金山南路到信義路 會來到社區 因為這邊都是單行道 你不可能說他發生狀況的時候 叫他違規嘛 其實每個地區都有治安的思教 如果要改善治安 找出使治安惡化的因素 才是正本之道 我覺得這個社區的治安 不是只有這個社區才有這個現象 我想應該在台北市每個社區 都有這個現象 只是說 因為一般的人現在都是只顧自己 很少有這種 這個 守望相處的這種觀念 就是說 他認為說這個事情 永遠不會發生在他身上 所以他 有一天這個事情發生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也很無奈 也不曉得怎麼去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至於治安會怎麼這麼壞 我想這個問題 我想跟我們的社會環境有關係 陳水扁他在取締一些 他說這個 一些社群行業啊 因為把這些人都 都 都取締掉 那我們想問 他 他要去從事什麼行業 那這些行業的周邊人 的生存人口 依靠人口 都將近要五萬到十萬的人口 那對他們市議會的估計 至少五十萬人 那這些人五十萬人口的 這個 這個失業 這個人口都到哪裡去了 那還有從監獄出來的人 那這怎麼樣去輔導他們 這我又覺得是政府要去做的問題 台灣的治安到底是變好還是變壞 每個人的感受不同 以圍鄉裡居民的反應來說 圍鄉裡跟其他社區比較起來 他的治安並不算很差 但是竊盜搶奪的案件 仍舊不時的發生 這到底是好還是壞 實在很難疲斷 其實 就八十四年台灣犯罪調查的 統計數字來看 全年三百六十五天中 每小時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人犯罪 一般刑案 約三分五十一秒一件 暴力犯罪案 每三十三分五十一秒一件 故意殺人案 每五小時十分鐘一件 掠人勒罪案 每三天一件 強暴案 每九小時三十三分一件 恐嚇取財案 每五小時二十分一件 竊盜 每七分二十三秒一件 從這一連串的數字看起來 說台灣的治安好 一定有很多人反對 但如果說它不好 勢必要趕緊找出解決的方法 否則憲法上所賦予人民 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就成了一項空談了 這個治安是讓它共同來維護的 也不是說政府一方面的責任 我想 假如說 真正都是靠檢查靠政府 來說 這個治安的問題 應該永遠不會改善 應該是我們社區的 大家要有比較緊潔性 要比較高 要合作 來看指出一個行為隊 或是什麼樣 應該會比較有 對我們治安會比較有幫助 OK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有很多我們的 假工的這個老闆大家說 這個治安的問題 你要完全靠警察 或是沒辦法 就是大家要為自己自己做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的 這兩位 都是這一方面的專家 我們倒是要來請教他們 就是說 要怎麼不免為這個 不是全部為警察做 所以我們今天 徹底請到的第一位 是我們實踐學院 我們的社工系系組 我們劉豐煌劉主任 劉主任劉主任 劉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是啊 我們另外一位 是我們台北市現金副局長 這是我們的張司長 張副局長 你好 劉豐你好 是 我們現在 直接我們開門見三的講 我們現在的治安 現在這個 壞成這個樣子 剛剛我們看得到的 剛剛那個案子裡面 廖正豪這個部長 他所住的一個禮 居然還是發生 這麼多的竊道案 我先請教我們副局長 其實這種事情 不是這種這些菜 都無法無天 那話也不是這樣講 因為當然 對我們警察而言 很好 我們如果案子不發生 破獲案子是百分之百 那是我們的目標 如果沒有做到這種程度的話 那這個是 還有我們警察努力的空間 是 所以至於說缺案 大概剛剛的這個影片裡面說 缺案還是繼續在發生 是 那麼根據我們大概今年 86年元月到五月份 跟去年的比較 那我這裡帶了一個數字過來 那麼大概缺案的發生 在今年度比去年度發生 減少了一千兩百五十一件 是 破獲倒是增加了四百九十一件 不是 那你這樣提出這樣的資料 是到底是表示說 是現在人比較不要偷了還是怎麼樣 不是 表示說我們警察很努力的 來維護這個治案 在缺案的 以及一般刑案的這個數字比例 比例上 我們一直講說 數字會說話 那我們認為說 治案是目前還算 在台北市而言還算穩定 但是我們並不滿意 對 我們還要努力 有這個空間 OK 所以我們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要請教我們的這個劉主任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警察不要辦小案 應該去辦大案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 剛剛有提到自然死角的問題 對 因為一般偷竊 盜竊 對 一般都認為是小案子 對 所以一般警察不會在乎去 去破這個案子 事實上 那如果要是真正老百姓覺得說 免於恐懼自由的話 我覺得應該從小案開始 小案就要開始 開始破棄 這樣可以建立老百姓對警察的信心 是 我們張副局長也舉個例子 比如說機車 機車這樣子是 比如說一個家裡面的機車 如果被偷的話是 對 比如說 郭昌這樣跟我們同仁 談到這個問題 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這個契案 尤其我們 而且我們姚署長也非常重視 為什麼 因為我舉幾個例子 就是一個機車丟掉了 騎的這個人 可能是他各個騎的 弟弟說不定有時候上班 或是上學 是要看 全家人通通要的 通通都要 如果丟掉的話 他父母又要儲一筆錢來買這個 也是覺得很奧 是 所以這個不能說小案 我們就不重視 小案的話 影響的層面 並不會說比大案還小 所以應該是累積小案 才有辦法去破大案 因為小案的這個整個的線索 才有辦法去抓到大案的 對 我們如果 我們常常在以前辦案的經驗裡面 案子辦得越多 線索就越多 因為辦案裡邊 能夠找到很多的 偵破行案的線索在裡面 那這個可以讓我們 用之不盡 氣之不絕 不過這個我們還是話講回來 就是完全靠警察去破案 也很難 對 那麼要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 我現在請教我們這個劉主任 就是說您知道就是說 我們要從親身做起 您認為是整個如果要 達成這個社區的資安 第一個要從這個本身做起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談到國內的警力 目前事實上也是不少 有八萬多人 但是台灣省我們知道 他的人口也是全世界密度 最高的 第二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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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的經濟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 還有都市化的程度 也是相當的高 所以這個就是犯罪很容易發生的一個 一個溫床 對 因為我們講 社會發展到一個地步以後 可能 人民的生活非常好 那有一些人他好一物 所以他 他就是希望不老啊或 所以我想說這個犯罪的案件 會陳出的不窮 對 所以光靠警察的力量絕對不夠 是 我想要加一句 就是說 光靠警察的警力絕對不夠 因為警察的力量 警察的警力是有限的 是 我們希望有 無限的這個名利 來共同維護這個 我們整個的設計 所以還是要百姓跟你們配合就是了 對 不過如果百姓要跟他配合 您說親身做起是什麼意思 首先我想說從身邊做起 對 從自己做起 譬如說 我們說要靠別人來保護你 還不如你自己先保護自己 那自己怎麼保護自己 譬如說你平常晚上 太晚的時候 你不該 沒有必要出去的時候 你不要出去 或者是你衣著的話 你譬如說 尤其是 女性 女性方面 可能不要穿得太暴露 不過這一點 不過我反對劉老師的這個講法 是的 像目前我們不能限制女性 穿得太暴露 因為他為了可能 為了暧昧 另外就是說 有人工作是一定要十一二點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一定要十一二點 我才能回家 這怎麼辦呢 對 所以這個 譬如說你十一二點回家 譬如說我們 他可能要經過小巷 或是經過比較有爭議的地點 譬如說我們在台北市 目前就是實施在萬華分期 又實施一個萬家燈火的方案 萬家燈火就是說 以前發生 經過這個地點常常會有 有這個搶奪的事情 事件發生 或者是切案發生很多 那我們就建議 我們這個燈管處理 就是那個 全部把燈打亮就對了 不是打亮 路燈 路燈把它裝得很亮 那我們根據這樣一做的話 我們的發生率就降下來 我們就萬華就做過這個實驗 那我們這個實驗以後 我就要求我們各府 都這樣來處理 來要求我們這個 把這個暗的地方 把燈都盡量能夠 盡量增加它這個照明度 讓這個婦女在運行的時候 不會受到這個侵害的事 不過我還是要請教我們 劉主任 如果說我們除了自己保護自己的一個方式 當然這也是一個方式 雖然我說 不過我們 那如果要再擴大一點來做的話 應該怎麼做 擴大一點的話就是說 你從社區 譬如說你從林里左右 因為我們現在都市化生活裡面 可能隔壁都不認識 可能你家被偷 敲的聲音是非常大 但是隔壁以為是在搬家 是 但是旁邊在燒的打槍 他也說在打槍 打槍 對,這個就是說 如果說林里的這個 互相認識這個 並沒有做好 我想說 可以從這方面做 譬如說 有時候你可以雞婆一點 你去掃樓梨間 或者是公共區沒有人管 自然而然那個社區的那個共識 就會慢慢的形成 所以不說我在那裡 不要自管門前學這樣而已 你能不能盜用 所以這個是 台北市警察局現在目前推出的 這種好管閒事這樣的一個想法 是不是 對,是 我們是希望說 大概我們這個百姓 市民 看到可疑的人 或者可疑的事 或者可疑的狀況 隨時來跟我們警察 打個電話 邀動 我們大概很快就會到達現場 不一定說這個 這件事情一定是一個 歹徒作案的一個狀況 但告訴我們 我們去至少去了解一下 去跟他盤查一下 是 那麼就像我們目前也在呼籲 剛剛在影片上也看到說 一不進車 那個空氣的離進去 也被拖了兩次 最近我們大概在上個月 就有這件事發生 因為我們探討這個原因 也去訪問了這個汽車商 就是因為最近缺貨 那缺貨 那缺貨 拿了以後就馬上 對 現在意思是說 大家如果看到這種現象 大家就要去報警察 但是這個問題還是說 人民跟警察要有信任 比如說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比如說這個 我去報一個機車的案子 明明我機車被偷了 但是警察如果不處理的話 那人民跟警察之間 沒有信任感 這樣是要怎麼做這個社區警察 這樣子的概念 等一下我們來請教 我們來留住人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以後馬上回來 OK 歡迎再次回到獨賣新聞的現場 我們剛剛談到了就是說 人民如果要 希望能夠有組成這種 社區警察制度 但是我要請教我們的劉主任 就是如果 警察沒有什麼信任 比如說有的 不好意思 我照說 有的警察來 我們從什麼打頭打頭 這樣賣 而且沒有這種互信的基礎 怎麼樣去做好這種社區警察呢 對 因為以前警察的 部分警察的形象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老百姓對警察並沒有很信任 所以今後我們從社區警察做起的話 我們應該讓社區的警察 他能夠去 平常就跟老百姓建立很好的關係 然後我認為就是說 警察將來他是純粹做社區警察 他是純粹做社區警察 他不要管有一些厲害關係的事 什麼叫純粹做社區警察 純粹做社區警察 純粹做社區警察就是說 他主要就是說 做一些預防犯罪的一些 平常就是去了解社區 去了解社區 去了解社區 然後他跟社區的老百姓 建立很好的互信的關係 所以不要去管什麼人的招牌 有用沒有 這個立法庭有幾毛 他不要去管這個部分 對 沒有那種利益的關係 瓜葛 我想這個社區警察就可以做好 所以這一點這個請教我們張副局長 警察難道沒有要嚇這個方向 照我的成立社區警察 我想這個社區警察 我想我來這樣說明一下 其實社區警察 應該是我們中國古老的一個制度 就像我們目前的這個拍手 拍手裡面的這個警警器 就是你們以前在講什麼管器管區 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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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是開放性的一個社區 裡面的一個警察 那我們如果說這個開放性的社區警察 那我們目前就在推了 我們是要以服務的品質 以及服務的態度 來爭取百姓對我們的這個印象 認為說警察服務 就能有互動的關係 是 那我們是希望說 他們服務 他對我們有信心 來協助 為什麼現在警察還有管道那麼多 比如說菜招牌什麼的 這種理髮廳 為什麼管區不是很單純 像你們最近不是推動那種騎腳踏車 然後到管區裡面去行邏 不要太單純了 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的行邏 我這個可能又談得比較嚴 其實我們警察的行邏 不是只有一個騎腳踏車 要看地點看狀況 看機動性 就好像在美國紐約也是一樣 我的意思是說 劉主任的講法 就是說不要有瓜葛 不要有厲害瓜葛 為什麼 目前我們 實際上我們警察 真正的只管兩件事情 一個是治安 一個交通 這是我們真正的一個任務 應該一起完成的 目前的管理警察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子 但事實不是這樣 對 所以我認為說 警察的請勿如果單純化的話 會很好 就是說 像我們在國外 停車如果不熟法的話 幾乎一分鐘以後 馬上警察就過來了 他就跟我們說 沒有跟你交通就對了 對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僥倖 不是現在連這個兵役 單紗他都要去抓到 對 對 對 我們在請勤勤同仁 對這一部分 花掉這部分 送這個召集令啊這些 花的時間 花太多了 這樣把我們整個的 維護治安的這個 工作的這個時間 整個都占掉了 那你這樣講 不是等於說社區警察 是沒什麼希望 如果在目前的制度 不改的話 沒有 我們社區警察 還是融合在我們的 這個其他的情務裡面 還是有的 就是怎麼樣融合 我們比如說 我們編排的有戶口茶茶 戶口茶茶就是勤勤茶茶 我們有行邏的 行邏的我們也融在裡面 我們是把我們現在 要送召集令的這個任務 就把它放在戶口茶茶 勤勤茶茶的這個時間裡面 比如說我這個要送到 魔甲這個地方 那我就到這邊的 這個設計的方塊裡面 我們這邊去轉 這邊去看 看這裡有沒有什麼 可疑的人事實地物 還有跟這些百姓 有沒有說 有沒有需要服務的 跟他們溝通 其實也沒有說 大概所有的百姓 會對我們警察印象很差 所以我要請教 我們的劉主任就是說 在這個 像一般來講就是說 在國外他社區警察 主要的這個角色是怎麼樣 國外的社區警察 他本來也是從巡邏警察開始 因為在國外 事實上這個 這個社區警察的觀念 是最近才建立 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巡邏警察 給的那個感覺就是 他們是職位比較低的 就是巡視巡視而已 你不做好事 你就派到那裡 對 事實上巡邏警察 將來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也是要有高科技的這個 這個知識才可以 擔任好巡邏警察的工作 為什麼要有高科技 所謂高科技就是說 他平常就要 花很多的薪資去 收集社區的一些資訊 他是預防性的一個工作 是 不是說 他發生了以後 才去事後的補救 所以社區警察 他基本就是 以預防生育治療的這種觀念 是一種策略 是 對 那現在我們的政府有沒有 這個警察這個部分 是不是這樣走 有 我們目前在台北市 也在推動這個社區警察 是 比如說我們在以前的這個 這個南港分級 是 那我們就比如說夜歸夫 夜歸的婦女 我們也扶送她回去 是 那麼大概我們今年的過年 除夕我們前台湾地區 我們處長下令 大概要出 要到國外去旅遊 是 警察特地去順路 我們 對 這個也是一種服務 但是我們社區警察 我們很強調的是說 是 我們要給他專業性的服務 是 不是泡沫式 泡沫式的服務 然後他如果說 我家裡一直 一直 一直 國在這裡 趕不走啊怎麼樣 也要警察來 那這個就有點泡沫式 我們是說 我們的服務是 對我們 很專業性的 長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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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很有大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對 不過我知道我們劉主任呢 您向主張這種社區裡面呢 人民呢只是一個警察的眼睛 對 他也沒有武器嘛 是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怎麼樣從社區做去 我們先看看喔 我們有這個 一群呢 李明呢 他們自己喔 他們是自己怎麼樣來做 我們先來看看以後 我們再來請兩位來跟我們 做一些評論 是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 靠人不如靠己 是現代人處理問題的普遍心態 為了盡速解決強盜 盜匪猖獗的問題 中正區文祥裡的 文祥社區發展協會 開始在巷道內 裝設電眼監視系統 設置鋼紹 並由社區居民組成徐守隊 全天候24小時 維護社區內 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們的社區成立的時候 是在三年前 我們到處去參觀人家的守望 鋼紹 或是景民連線 等等的做法 所以我在一個偶然裡面 發現 在松山區 中正儀的一個公園裡面 有裝這個24小時的監控 那我想說 這個監控是不是可以取代 這個尋守員的這種死角 所以我就到那邊去看 看了又發現說這個東西 我的社區可以用 所以我就把它引進來到 我這個社區來 那目前在台北市可以講說 在社區裡面 裝24小時監控 我講的是社區 不是辦公室 是文翔也是率先第一個來做 裝設電眼監視系統 除了對進出社區內的可疑人物 做適當的監視之外 還可以在案發後 查看出歹徒的相貌及行蹤 更重要的是 當居民在行走中 受到歹徒襲擊時 可以利用監視器 向監控中心求救 我現在把社區的位置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文翔你的社區的位置 其實是整個在寒山南路 信一路 金山南路 金山南路這一邊 到了101巷的這一塊 每個社區的狀況跟拍攝所 他們都會根據整個社區的需求 來排巡邏路線 所以我們這一次 設這個守望鋼燒 跟這個24小時監控 也是針對著跟它錯開 我們這個社區整個 裝這個24小時這個監控器 是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在文翔社區 先針對著死角 而且光線比較暗的地方 先來裝這四個 那這四個呢 一個是裝在143項 那在131項那邊 因為那邊是廖部長住的地方 那邊有他白天的時候 有檢查警衛在那個地方 那他的門口也有設監視系統 所以我們在131項 就沒有裝監視系統 只裝守望鋼燒 然後在131項過來就是111項 就是現在我們所看的這條巷子 那所以在111項剛剛有看到 在111項的那個地方 就從143項 131項 111項 整條的一條連線 也就是說 發生緊急狀況 馬上前後馬上就可以看到 然後如果說有竊盜 他偷到或搶到的時候 他從131項的時候 跑往111項的時候 就會被111項的 入口的監視系照到 如果說他沒有被照到 那他如果繼續往111項跑的時候 如果跑向這個項口的時候 剛好我們在105項的地方 就有設監視系 完全針對這條項口 然後如果要跑向111項 剛剛也看到 在111項那個地方 也設了24小時的監控器 這目前是第一項 那第二項呢 就是說我們裝設的是 比較隱密式的 就是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這是目標的明顯 這邊有裝監控器 是用這個 好比說樹 或是花草 其他的菸事體 把這個監視器 做一個保護 讓他不要人家 有警覺性的地方 再裝四個 我們除了剛剛所講的 這24小時的監控以外 事實上我們也用這個 這個原裝進口的 這個巡邏打卡中 這個巡邏打卡中 它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說 彌補就是說 有些巡守員 他只是應付性的這樣子 在社區裡面隨便巡一下 我們這個巡邏打卡中 這個是完全進口的東西 就是說裡面有這個日期 有時間 這個巡守員 他在多久的時間裡面 把社區的幾個重點 據點 在多久裡面把它走完 可以從這個裡面的表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他是隨便應付來 就打一打就走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巡守員 他沒有完全護起 巡守員的這個職責 因為巡守員在巡守的時候 必須要看一下 哪一戶的那個門沒有關 要幫他關門 或是哪一戶有出什麼狀況的時候 隨時跟監控中心來緩應 我們主要是用 靠這個巡邏打卡中 那就規定它 我們社區有20個據點 這20個據點 是一個小時裡面把它走完 從那個盆碗爐事件 跟那個發生以後 我們社區 事實上剛剛一致沒有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社區有十幾部的計程車 我們也連線起來做這個 給社區居民服務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 社區居民的一個系統 就是說你搭乘我們社區的 朋友的計程車的時候 你更安全 要成立一個完善的社區巡防系統 需要許多的金錢與人力的配合 在這一方面 因為政府在資金的補助 並不是很多 我向社區的居民以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的方式 來達成全天候守望相助的目標 我們這個二次小的監控 第一期那個籌備款是 九萬五千塊錢 只裝四個 那事實上我們後面還繼續在做 那這個九萬五千塊 我們透過第一次的那個社區 社區婦女資安會議 已經獲得大部分的居民的婦女同意 說大家來認款 認捐 一戶人家大概捐一千塊錢就夠了 那這個一千塊就完了 是把這個第一次的這個設備 硬體設施做完 那事實上以後這個這個的費用應該怎麼辦呢 我個人跟社區媽媽們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每一戶一個月出一百塊錢 那時候如果有的人說 那有的人會問 那我不出錢怎麼辦 那我們也歡迎居民 他用他的時間來認養這一百塊錢 就是說他在社區裡面 他每個月裡面播出一個小時 因為社區裡面有好幾百戶嘛 那每個人如果都能播出一個小時 來做這個社區的認識 來做尋守 是這種方式 來替代剛剛所講的一百塊錢 因為有的人沒有空 他願意 他就說那我用以金錢來代替 我剛剛的這個時間 一百塊錢來做認養 這是我們的構想 就是說除了剛剛講的這個硬體的設施 的籌備以外 那像平常我們就靠社區的居民 自己來做這個尋守 文祥社區的守望相助 雖然在武力與經驗上 不及警察的專業迅速 但是在警力緩不計劫的情況下 仍然是嚇阻蕭小 防止犯罪的最佳利器 然而治安的問題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 但如果國人能夠 一掃自己門前雪的心態 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來改善社區 甚至社會的治安 相信滴水是可以穿石的 當然要這個所謂的這種付諸合作 當然要先要形成一個社區意識 劉主任 您認為這個社區意識 要怎麼樣的臨結起來呢 社區意識就是 平常就要靠一些活動 是 來領基於社區的意識 因為我們講都市社區 基本上它不是土生土長的人 是 它沒有社區意識 所以需要靠一些活動 根據我的經驗就是 可能當地社區要有一些 有心的人士來 來開始發起 所以才會共結成一個 這個社區的概念 對 才會愛那個社區 才會認同那個社區 才會對那個社區的 的治安產生關係 所以才會看到這種 任何狀況的時候 才會跟警察願意來配合 對 不過這個是諷刺的是 就是好像這個社區 做得非常好的話 可能就是其他的 小偷都跑到別的社區去了是不是 這個有可能 我想就剛剛 比如說是首題的 就是說要有一些 熱心的這個 這個社區的百姓 來從事來推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經費的問題也滿要求 經費 經費 因為比如說我幾個例子 社區裡面 你要維護 就剛剛這個影片裡面 說訪問裡面講 理事長講 文強社區理事長講 大家願意出錢的話 對 他說要 要裝這個壁錄電視啊 要裝這個 這個都要錢的嘛 是 然後還要你說 尋鎖員 你要那個 要顧這些尋鎖員 花錢 那你這個 錢沒有折肉的話 那就比較難了 所以這個社區的人 必須要是共同的 我願意為這個社區的治安 來出一點錢 出一點力 才有辦法做 對 要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不過即使現在還出了問題 不過即使這個尋鎖員 已經找到 也有錢出了 這個尋鎖員現在是年紀比較大了 是不是 對 就是一開始 政府很重視這個 所謂社區守望相助運動的時候 曾經風靡一次 對 當時我住的這個大寺社區 是全國第一名 最好的 但是這幾年來 成績還是相當不錯 但是感覺上就是說 社區的尋鎖員比較難找 因為一般年輕的人 以那種薪水 他不會擔任尋鎖員 那年紀老的人擔任尋鎖員 在深夜的時候 他的防衛率會比較弱一點 是啊 我們社區有沒有發現一個老的尋鎖員 那個發現人在做壞事 嚇到死也不敢說 所以 但是還有一點最重要就是說 他快要退休了 對 他一旦退休他就沒有把經驗傳承下去 對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退休的警察 把他結合起來 變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因為我想退休的警察 他在警察崗位上可能 擔任三四十年的工作 對 他的經驗非常豐富 以他們作為總子來領導社區 怎麼樣去把治安做好 對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這話警政 對 我們當然很贊同這個idea 我們有這個共識 對 那這個要怎麼樣來推動 可能要大眾 我們這個市民大眾 大家來共襄盛 還有立法院那些立法委員 要認真敬畏的這個問題 對 我在這裡我想補充說明一下 社區 社區裡面 也不僅僅說是治安的問題 對 這裡比如說你要協助激爛救助 還有災害的搶救等等的 那麼再來治安 那麼這個如果說光社區的這個組織在 我記得在二十幾年前 對 那我們警察單位就一直在推動這個工作 對 然後推推推 剛開始的時候推一陣子就很有 很有績效 到後來又無疾而中 我們每年都在辦這個 辦這種活動 都做四萬的設計 對 叫其他很多設計的人來看 看了半天 我們一直在推廣 推廣非常緩慢 好 我們其實這個工作對治安非常有效 對 那我們 比如說你這個行所員 我們會 我們在警察工作裡面 我們可以給他安排勤務啊 是 可以我們在行動的時候 警察跟他們配合 我們正好為奇 不過這個還是要是要互相 大家來配合 對 不過我們現在最後只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請問 劉主席如果社區的這種治安是怎麼樣來做 您認為 跟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這個結論好嗎 好 像最近台北市曾經做一些宣導的活動 對 像讓年輕的小朋友就開始去親近警察 知道說警察確實是為我們社會的治安 做了很多工作 我想從根作曲 從社區受取的話 我想社區的治安 以至於整個社會的治安一定會慢慢的好起來 好 謝謝劉主任長副座 那我們在目前也在推動的 就是說我們跟社區聯合起來 我們希望在社區的工作 我不是只講說封閉事 說開放式的 我們希望里長 林長還有知識幹部 也來參與我們整個社區的工作 然後跟警察合作 我們也請他們到我們每個禮拜或每個月 來到我們拍手來看一看 好 那我們來跟他說明說 目前你這個社區裡邊 治安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來跟他做作品 是 你應該注意哪些地方 哪些地點可能比較 互相了解 互相 那也讓他了解警察的工作面 是 所以 來認同警察 協助警察 來參與我們警察為治安的工作 對 為治安 這是我們非常希望來 全民來共同來參與 這樣的話 我們自然他會做得更好 才會做得更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劉主任 你跟我們的這個張婦座來這裡 跟我們談了這麼多的社區治安的問題 我們呢 再休息一會兒以後 要談一個最重要的 你跟我都有什麼關係的問題 跟30歲到40歲會不會中風 我們休息會馬上回來 謝謝 謝謝 OK 歡迎再次回到 讀賣新聞的現場 我們來話到30歲40歲這個時候 不但要擔心我們家人的這個 安全問題 也就是我們的社會治安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30歲到40歲 還有一個事情 最近是最新的要注意的 就是愛注意的就是叫做中風 你不要以為說 只有七八十歲以上的這個老人 才會中風 你要是生活不正常 我幫你保證一樣的中風 讓你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國人在生活緊張 飲食不正常 以及抽菸酗酒的惡系影響下 使得國人因罹患中風而死亡的比例 占台灣地區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二位 排名於癌症死亡之下 一般人聽到中風 馬上就聯想到半生不遂 以及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其實一個人不論年齡的多寡 隨時都可能中風 而且這種不到40歲就患中風的病例 在台灣很常見 中國人的中風越來越多 雖然我們的癌症還是居於首位 但是中風的比例也非常多 尤其非常明顯的是 這個年輕人的發病率也越來越嚴重 甚至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有中風的情形 更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常見 從前四十歲以下罹患中風病症的因素 主要都是由先天性的心臟 及血管的毛病所引發的 但現在 許多人年紀輕輕就中風的原因 卻是因為疏於維護自己的健康所造成的 一般我們年輕人最大的主要的致命傷 之所以產生中風是因為大家都沒有時間來照顧他們自己 很多年輕人雖然有很多的毛病可以產生中風 但是如果他們好好去照顧他們自己應該不會有問題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說他們因為工作防忙 他們認為他們沒有時間休息 沒有時間運動 甚至沒有時間去看醫生 那更沒有時間吃藥 所以他們一天從早到晚一直忙下去 餵前奮鬥 所以非常非常簡單的這種毛病 我們都能夠解決 但是我們都給它疏忽掉 再加上說這個工作的防忙或是緊張 然後年輕人抽菸 喝酒 這個都是加速我們的血管病變 那如果說這個人又因為沒有運動 體重增加 回胖 那這個回胖的話又加速高血壓 那更容易有這個中風的產生 時常服外用腦 加班熬夜 飲食不正常 缺乏運動 還有有抽菸喝酒習慣的朋友注意了 如果您經常有胸悶 頭暈 頭痛 頭皮及手腳發麻 眼花 記憶力減退 思編突然中斷 甚至有肌肉顫動 頭腳錯動 眼皮跳動 檢驗有血脂肪過高 血壓異常等情況時 您可能就是罹患中風的高危險區 中風雖然可怕 但只要平時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生活作息以及飲食情緒的調適 是可以擺脫中風的夢魘的 有關中風的預防呢 主要是針對我們可以事先篩檢出來的危險因子 加以矯正跟預防 那在年輕的中風病患方面呢 我們特別要強調的有下列幾項 第一個呢 就是有沒有潛伏性的心臟病 特別是這一種 我們叫做風濕性的半末所造成的心臟病 第二呢 就是有沒有其他可能會引發動脈硬化的危險因素 包括高血壓 糖尿病 血脂肪過高 運動量不足 肥胖症 或者是在氧氣的這個換取 就是這個吸收跟利用方面呢 有沒有一些障礙 另外 在具體的預防方面呢 我們一般是強調三方面 第一個呢 是在飲食方面 特別是有高血壓 糖尿病 血脂肪過高 尿酸過高的人 或是有肥胖症的 那麼在飲食方面 要特別的適當的加以節制 第二呢 是這個適當和規律性的有氧運動 這個可以減少這一類的中風 或者是心臟病的發作 那第三方面呢 就是對於那些病情比較嚴重的情況呢 必須要依照醫師的指示 一般是使用藥物來控制 那最後一點呢 就是有關心情方面的調適 就一般現代化的這種工業社會呢 這種很緊張的壓力 也很容易使我們的生活 失去它的規律性 那麼特別緊張呢 更容易導致血壓 或是情緒上面的一種不穩定 那麼這一些呢 很可能都會增加中風的這個機率 現代人將金錢詮釋視為萬能 時常為追逐名語力 而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 而當人們恍惚醒覺到 沒有了健康的身體 是無法享受果實的道理時 它的生命已經到了終戰 這樣的結局 相信是大家都鼓勵已見到的 雙門 頭陰 頭陶 我看我差不多有這個症狀了 來 我先休息一下 跑來去運動一下 運動還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到了這種年紀 你不運動 我跟你講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你的身體 好 我們大家這回來去做一個小小的運動 做一下體操以後 馬上回來 OK 歡迎再次回到獨賣新聞的現場 你差不多有去運動嗎 運動完之後呢 身材要記得 今天會的節目結束之後呢 出味駕駛 讓他們看看 我們現在自愛怎麼樣都不好呢 事實上我們必須要有每一個人 都要有共同的社區意識 你不要說駕駛 這樣 永遠有人在花 大聲 洗一聲 你也不去插 從美國不一樣 人家在美國如果是在隔壁有那種小孩 叫得好大聲的話 鄰居馬上報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想說這個小孩子 是不是受到父母的這個虐待 所以說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意識 我會叫我一個人去到舊金山 那麼我到舊金山去到一個朋友 家裡面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車子是外地的車子 所以車子一進去 馬上警察就跟上來 所以任何人只要在任何的地點 在這個社區裡面不是他們所共同 所擁有的這種車子呢 那麼他們就會主動向警方報案 所以這說起來就是說 無關人家在那裡這麼好 當然我說不是紐約 你不要說紐約 那是在那裡有九百 但是我們台北市 我們也希望它是一個 讓我們可以平平安安住下去的地方 所以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夫婦人 大家來共同發揮說 我們守望相助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另外還記得 你的三十歲到四十歲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為了要延續你的家庭跟你的生命 我們要記得夫婦人運動 OK 下週突然新聞 大家趕緊這個時間再會 拜拜 老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